那么此地发脏必求 慈悲心切 希望自己能有智慧 能有神童道理 那度尽 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 一切诸佛刹徒当中的苦难众生 这个很重要 法藏成佛就是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慈悲到极处了 没有比他更慈悲 慈悲心从哪里深 黎明一切苦难众生 他纠察到了 看清楚了 这些众生 本来是佛 可惜 迷舍了自信 就变成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头 愈心愈深 一事比一事苦 真正是克林明的 那法藏法院呢 要救这些人呢 我们包括这些人呢 我们看着这个发心 发胀发心 感恩的心 自然就生出来了 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 生生世世 过去无量界 未来还有无量界 那我们今天日子苦啊 这还不算苦的 畜生 莫鬼 地狱 比我们更苦 有些我们看过了 有些还没有看到 那 祝天 佛报答 那个佛报是想得尽的 天人的寿命长 但是 他有尽的时候 在天 天上 佛报相尽 天人死了 不能再望上身 他就望下堕落 只有修行人 能向上提神 断无修善 还要加上禅定 四禅八定 时间长啊 到了顶了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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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天了 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 再上去没有了 啊 寿命尽来的时候 不能再上身 肯定望下堕落 那望下一层 比一层苦 这些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能想到 我们都要想到 现在是佛 佛告诉我们 六道舍法界 不是真的 是假的 这个幻想 这个幻想就像做 悟梦一样 是从八十 五十亿新所里头 变现出来的 整个流道轮回 不是真的 所以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也是虚妄 啊 包括舍法界 真正聪明人 要看清楚 要想清楚 这个如同悟梦的环境 应该要醒过来 永远不再做这个悟梦了 二 永远脱离丢到轮回 脱离是八戒 要修到阿罗汉古 才能够离开 六魁 要真的 法身菩萨 才能够 出力 舍法界 那 真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诸佛菩萨 为一切苦难众生 开店 理论上是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但是 从众生 根性上来说 差别 太大了 那 靠繁复自立 修行 时间 时间很长 向上提升 很难 退转 很容易 这个我们能理解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我们对法造 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 恭敬 自信 自然 就生出来了 法藏 比丘 知道我们的苦楚 所以 所以才帮助我们 苦难众生 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 能成就 包括那些人 上面 到等觉菩萨 下面 到地狱众生 所有 是法界 六道 这些众生 通通 包括 只要有缘 遇到这个法门 一生当中 就能够圆满 正得 无上不及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所没有的 真正是特别殊胜的 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的条件 只要两章四千 第一个 真正相信 第二个 真正 孕生 极乐世界 那能不能往生 就这两章四千 没有丝毫坏 我相信 佛菩萨 决定 不会骗人 他们的话 一定是真话 真真相信 真真 孕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欧耶大师说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信愿之 有 有信 有愿 就决定 得生 生到极乐世界 有品味 极乐世界 四土 三倍 九品 你是生到 哪一个阶层 这个 关系 你念佛 功夫的前身 就是我们念这句佛号 功夫的前身 什么叫功夫 念佛 功夫成片 这个功夫前 前怎么样 能往生 往生到 同居土 三倍 九品 掉功夫前 那 所谓前的是 刚刚 把怀疑 断掉了 疑心 断掉了 要有一点疑心 夹杂在里头 就不能往生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